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謝謝Jazz 各位公民 謝謝你 好消息 是啊 其實真的很開心 其實真的想著今天親自出席活動 跟大家分享這個好消息 又是趁著今天是白色情人節 想跟大家說 其實在上個月已經是結婚了 你特意去了一個你很喜歡的地方拍婚紗照 是啊 我們選了法國和英國去拍結婚照 因為法國是我喜歡的地方 而英國是我另一半喜歡的地方 所以我們選了這個我們兩個都喜歡的地方 去留下我們很美好的回憶 好像說上個月在泰國就結婚了 為什麼沒有叫Grace Day 因為我這個派對 我整個婚禮其實真的不是大搞都比較細型 其實都是一路比較低調些的 我只是請了自己的家人 和兄弟只有姊妹 因為真的很細型很細型 而且一來都不在香港 都不想經過其他人 所以我就叫了我適於微時的好姊妹 就參加了婚禮 會不會再在香港行動 這個問題未想 因為搞場婚禮其實真的很累 還有上個月才完成 想今個月休息一下 之後再想一下 會不會談一下 什麼時候去做 這個問題是有談過的 但是我們兩個都想它壓後些先 想先先休息一下 還有我覺得到蜜月要選一個 大家都很喜歡 還有一個很漂亮的地方 所以我都要慢慢去想計劃一下 暫時我覺得是做事先的 因為我覺得生嬰兒其實是 隨緣是上天的禮物 不是說有就有的 所以我覺得不想特別去 即刻意去想 我覺得隨緣是最好的 老公有沒有跟你說 他喜歡兒子多些還是會多些 我覺得兒女都無所謂 因為都是自己的 都會開心的 但是這一刻我們兩個 都是先努力做事先 至於3B的我覺得 一起隨緣